各位环球的藏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戴维话收藏这个节目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当中呢 咱们继续的来学习此期鉴定 那么今天跟大家聊一聊的这个主题呢 叫知真而实假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原青花鬼谷子又下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鬼谷子下山呢 已经成了一个原青花房品的重灾区 首先呢 我们说为什么要知真而实假 要了解整个这件大罐 它的来龙去脉 英国的一位享有盛誉的收藏家和古董商呢 他叫Kisapi Eskenazi 要翻译成中文呢 叫朱塞佩 Eskenazi 他呢是1960年呢 就在英国伦敦和他父亲 开了一个这个古董商行 他呢是土耳其人 他1939年的时候出生在伊斯坦布尔 他们整个家族呢 在1923年在意大利米兰就开始了古董生意 主要呢就是经营中国日本等远东地区的文物古董 他呢是在2005年的时候啊 以2.3亿人民币的天价拍下了原代的这个原青花鬼谷子下山 这个大罐 这个价格呢刷新了当时中国瓷器的世界记录啊 那么自从2005年这一件鬼谷子下山大罐被拍卖以后啊 那么引起了整个收藏界的巨大的轰动 也让原青花在中国的收藏圈里边成为了大家纷纷在追逐的一个目标 也因此呢 鬼谷子下山这样的房品出现了很多很多 鬼谷子下山这个大罐呢 曾经在上海的博物馆被借斩过 但是呢也是由于并不是很多人都看了真品 同时呢无论是出的图录也好 或者是啊其他方面的资料呢都不是齐全的 那么因此呢让很多的人啊 包括一些做房古词的人都不能够充分的掌握啊 这件大罐它的这个精髓和特征 所以呢在出现了诸多的这些房品呢 可以这样说啊没有一件啊可以仿得非常的逼真 因为除了原料已经他拿不到当时的这个原料之外 在绘画上也无法做到非常的逼真 因为他没有第一手的资料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啊 这个是第一手的资料 我在曾经在我的一个专栏里边 就是介绍原青花的啊这个存饰品的细节部分 他专门讲了这件大罐 所有的细节啊都是一个放大的一个非常高清的图展示给大家了 大家如果真的喜欢原青花一定要去看 这里边有他的细节的披露 那么我们看啊我们今天除去我们看这些柚之外 你一看这个柚一看青花的发色这就很差了 我们主要的今天要看的是就是他的绘画 绘画因为现在做房品的都是先要这个打稿 然后再拍图打稿的时候呢 他由于这个只是只能采用按照照片那样去打稿 所以呢打出来的稿呢跟原稿就有很大的差异 另外呢就是很多在绘画当中的人并没有见过这件实物 他只能拿着一些照片的资料啊在照猫画虎 因此呢他画出来的东西跟原件有十分巨大的差异啊 我们看无论是画的这个这个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物 从他的开脸从他的服饰从他的形态啊 跟真正的原青花鬼谷子下山大罐差距十分巨大 为什么就是因为太多的做房古词的人没有见过这件真品啊 因为他们没有见过这个真品呢又拿不到第一手的资料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就差距十分巨大 那你说有人说了你这样子把这个第一手资料展示出来 会不会让他们有这个更进一步的这个提高呢 因为这个视频他就是截了图啊 他也只能是去揣摩 因为他并没有是第一手的资料 我相信他们还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水平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你要知道这些所有的绘画的来源 原青花的这些画师他们的功底是非常深厚的 他来源于很多从宋代就流传到元代的一些画师的画风 比方说在画马的时候 他受最大影响的是南宋时期的马远啊 以及元代的赵孟斗 他有一个特征表现存在下来 在画人物的时候特别受到了这个宋代的李公林的影响啊 然后呢画这些山水啊 他也很多呢受到马远的影响 有这个啊 前选的影子 更有这个宋徽宗啊 他们这些画派的这些影子啊 你不能只是说的赵猫画虎啊 我看元健就这样画 我就这样画 他为什么要这样画 他的来源是哪里 这是不是现在有一些画师去钻研的问题 所以他画出来的东西就是很 你看看大家对比一下 看看就可以看得出来 画的非常的恶心啊 可以说是非常的恶心 无论是从画码还是画人物 甚至于柳叶啊 山石这些都没有办法跟这个啊 元清花的珍品 就是鬼谷子下山这个大罐去进行比较 比都比不了 你就你经常看真的东西 或看好的东西 你看到这些做出来的很恶心的房品 你会觉得太恶心了 真的叫做不入眼了都 没法入眼 这个东西好与不好 首先他要有美感 无论是绘画还是气形 他要有美感 没有美感的东西 你买他做什么 对吧 你不论真假 你就说买一件假的东西 放在家里 你作为欣赏 他得要美呀 他画出来这类的东西 像这样子的 你看着他美吗 哪有一点点的美感 一点都没有 就非常恶心 你对比着看 这个马的形态 这马的这个整体的形态 再加上这个人物的这个神态 还有他的服饰 你对比着看 他的比例 你看就能看得出来 他就简直是说让人令人作梦 你这样的东西 你花再少的钱 你买来 他是一个恶心 摆在那里 你摆在家里边 如果懂行的人一来一看 就觉得你这个人的审美 怎么这么低级趣味呢 不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吗 我们玩收藏 是要干嘛 要欣赏他的美 要欣赏他所反映出来的 所蕴含出来的文化的信息呀 而不是买一件很假的东西 让你在那恶心你 或恶心别人 对吧 这不是我们玩收藏的目的 更不是说瓷器 所要反映出来的这些价值 你即使现在说 我从来不说 这些做仿古词的人有罪 大家记住 做仿古词的人都很厉害 为什么呢 他们在想方设法的复原 古代的匠人们的 这个致辞的公益 但是你要做到敬意求精 你卖出去一个好价钱 那么花大价钱买来的人 也可以叫做赏心悦目 对吧 你做不到这一点 你不是真的是让别人觉得很恶心吗 你大家在看这个牡丹花的画法 跟原品 包括这个海浪文的画法 都跟这个回骨子下山这个大棍 这个原品 一比较 那你就看得出来 这个叫什么 这个高低立宪 对不对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哪个是叫精美 哪个叫低俗恶心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要去玩收藏的 首先要有一个这个审美观 你不要看这个东西 哎呀 他讲多少故事 或者这个东西就符合某一个特征 这些都要不要看 首先要看的就是他美和不美 这是最简单的一个道理 这个东西他不美 你买他干嘛 对吧 你买来你说我要用他这个发大财 一夜暴富 你甭想 你不把你自己坑死就不错了 你像这么恶心的东西 对吧 你看这个牡丹花画的 真的是叫做不可同日而语 是不是 那今天呢 就主要是从这些方面呢 来聊这个原青花 这个鬼谷子下山大棍 让大家知道 真的东西是什么样 再看和假的东西对比 当然现在有各种假的这个 呃 鬼谷子下山的大棍 如果我遇到了 我还会拿出来给大家做讲解 让大家提高自己的 鉴赏的能力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再一次的感谢大家收看 带为画收藏这个节目 如果大家觉得我做这个视频 对你的这个 啊 欣赏 审美 有一定的提高 甚至包括啊 对你的这个 收藏的见识有所提高 那么就请大家多多的点赞 以及转发我的视频 哈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发表您的留言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